我跟你结婚 这是倒了八倍的没了 你这是去哪儿 我自己去海南东月去 你回来 还行啊 还行吧 阿姨 你看 周小北就这个戏编剧 编剧就是他 妈 妈 我跟人见着你 这儿晚上就好了 没事 阿姨 没事 快快快 您站上去看一下 印了吧 我都装好了 快快快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颜色挺好看啊 不错 你这是不错啊 高端大气雙档次 行了 现在硬件都齐了 剩下就是对你进行一些 成功人士的气质培养 到那儿之后千万不能切场 成功人士什么气质啊 这儿是榜样吗 马上就成功人士了 我什么成功人士 我什么成功人士 著名编剧周小北啊 去去去去 走 马上开演了 还给我 走走 快快 记住啊 周小北 就他 他们注重真情 又淡泊真情 他们渴望同情又侮辱同情 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陷入轮回 永无止境 太阳侮辱 太阳依旧东升西落 人们风花雪月 朝三暮四 暗渡陈仓 于不可及的在肮脏的空气里 说着由衷或者不由衷的话语 没有结论 没有掌声 没有奇迹 开始与结束 都在一念之间 毫无声息 毫无理由 怎么能有人鼓掌啊 哦 可能是震惊了 好 太好了 看了 看了 我特别认真看的 特别好 刘总 他这什么反应啊 是不是眼砸了 不会 那个艺术就是这样的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有人艺术家就要耐得住孤独 嗯 我喜欢 走 走 挺好的 你 你是周小北吗 粉丝 你是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李李的亲戚啊 以前在酒店碰过 都好几年前的事了 对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你在杭州 以前老托你给我们带鸭舌 对对对对对 有一次啊 我去他家看 冰箱一开 里边全都是 我还在想呢 他怎么一个人能吃那么多 他说小北最喜欢吃了 是吧 那你知道李李去哪儿了吗 她去日本了 妹妹找了个男的 已婚 李李受不了了 什么叫受不了啊 可能是管不了了呗 她都从国外回了好长时间了 李李一点都不知道 还以为妹妹在加拿大呢 等到前段时间知道了 急了 你说她之前不知道这事啊 对呀 前两天刚知道的 给气坏了 现在人也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她真去日本了 你还不知道 这是怎么了 我 我也不知道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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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说什么 好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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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只要你一本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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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还等李李呢 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一块等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你去做那个器官移植 把那个手机移植到你身上 多好啊 我暂住 你要是钻线肉体的话 我可以考虑 你在哪儿呢 请转身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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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当然知道你在这儿了 我告诉你啊 你躲在山里边是对的 谁躲在山里的 你那个新剧啊 网上恶评无常 可千万别出门 万一让人给打了 我还得去捞你 我这编剧事业八成是毁了 你不是说有一导演 让你写他的新剧本吗 对啊 合同都签了 定金也付了 再打电话 没人接了 那悲催的人生 怎么办呢 李李 快接啊 你傻 小北 我刚下飞机回国 你在哪儿呢 你吓我一跳 我电话一开机上百条短信 收信箱都炸了 我电话都烫了 你怎么那么抠门啊 你出国 不知道开个国际漫游啊 反正也没人找我 怎么了 想我了啊 好 行 小北 上次的事情 我一定要跟你解释一下 什么事啊 你 你干嘛这么看我呀 两个月不见 我觉得你比以前长好看了 我瘦了 你也瘦了啊 来 他们都说有两种人 减肥神速 第一种吸毒 第二种失恋 你是哪种啊 好 我那是也不太感动 你也没有帮到 你还没人 你的好感动 我的感动 我会比较难 你做得更多的 你还没人 你不太感动 你这么说 我没人 你没人 我没人 你没人 你怎么做 我没人 我没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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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以后不都在一个城市吗 嗯 你要想尽大哥的义务 以后机会有的是 关键 我总觉得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怕你介意 我当然不介意了 那咱们两个今天算是彻底和好了 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 喂 我到家了呀 你呢 我也到家了 不过家里没电了 那是不是你走太长时间断电了 欠费了 可能吧 我正打算去宾馆呢 去什么宾馆啊 宾馆那么贵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你来我们家凑合一晚吧 行啊 不过明天是周末 估计也交不上电费 大不了我就多收留你几晚呗 那感谢周拉小姐大发善心 行 那我准备准备马上过去啊 嗯 来 喂 干嘛那么糟糕打电话 行吧 我过来一趟 去吧 来 去吧 除了爱给人小费以外 成功人士必须表现得跟现场 所有人都熟 见面习惯先说 嗨 好久不见啊 我好想你啊 不要随便表明自己的态度 说话的时候习惯用一问句 熬式吗 熬式吗 我都不知道啊 我都做不到啊 到底熊不熊啊 熊吗 无论什么时候要从内心深处 散发出一种自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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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 我现在教你走路 记住 不管跟谁说完话之后 要养成习惯留头 我来了 下次再见 嗨 小北 干吗呢 叫我走路了 我跟你说 你李昨今晚上住我们家了 你们俩同居了 王一元 过来走一遍 跟我打招呼 嗨 嗨 不行 太不自然了 重来 重来 留头 下次再聊啊 嗨 小北 很好笑吗 你来不及了 我愿意叫你端杯 任何时候 轻拿轻放 不是 他们家断水断电明石让我家住了 那你那么高兴干什么呀 不 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我醒过来说看见马虎干是励志的 我当时心里特别激动 你要这么高兴干脆结婚算了 那不行 他才刚来我们家我就跟他提谁吧 你有这闲工夫在这儿聊天 你还不如回去跟他聊聊呢 谈谈你们俩婚是不是什么 不行 这回我不能那么主动 万一再吓跑了呢 万一又是一番兵 王元 你到底熟不熟 熟熟熟 我先去打探一下情况 有什么情况下你汇报啊 好 你干吗呢 没事 很老实 记得叫我吧 德安 你起了 我这一睁眼人美了 去哪儿了 我去买早餐了呀 早餐呢 今天早餐店没开门 你也没开门 就知道你没那么勤快 我煮了瘦瘦肉粥 准备吃饭 真的 什么 生活有改善啊 必须 小伯 那粥 你是要水稠一点 还是稀一点 粥多一点水稠一点 粥多一点水稠 水多一点粥 粥少一点 我你弄两份吧 一份稠的一份稠的 哦 小七 我今天的桃花蕴是不是很棒啊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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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圈 你不要得转了 完美 咱们太早去也不合适 再等十分钟吧 你不要再坐会儿吧 王女儿啊 我跟你说的事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 你们早上嘀咕什么呢 我听你说什么同居啊 谁跟谁同居了 我还有比同居更劲爆的消息呢 就像家传的 我最怕什么传家宝了 不是从哪个坟墓里挖出来 是不是钻戒有那么重要吗 钻石横久远一颗永流传 物质 小白 你是怎么想的呀 太快了 我还没时间想呢 你说他怎么这个时候提呀 前段时间一说结婚 你看他就惊恐得不得了 是不是被坟米给刺激了 不是吧 他至于那么脆弱嘛 也行 职场失忆 勤场得意 到时候你们办一个集体婚礼 你得了 反正都战戒呆顾 行 我没问题 你说 你说他会什么时候 跟你提呀 告诉我 告诉我 我想参观一下 其实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时机 就挺好的 没提 不过我觉得这个李李 他对结婚的态度 真的挺奇怪的 他不会有什么顾虑吧 有什么顾虑啊 现在稍微看得上眼呢 都不愿意结婚 那么早被绑住干吗呀 那是你这么认为的 对了 小白 你离婚的事 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 你瞒了这么长时间 真不容易 那 他们就没怀疑过吗 我前两天还让樊冰陪我 去家里吃饭呢 奇葩 自作孽不可活 赶紧跟他们坦白了 得了 就是 这时间也不短了 你不能再拖下去了 如果离婚的事 你爸妈说不清楚的话 你怎么跟他们介绍李李啊 对呀 我怎么说 我说樊冰出轨了 我现在男朋友是李李 李李有个妹妹 是樊冰出轨的对象 现在是樊冰的老婆 这我听了都受不了 他们俩听了都疯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又干嘛 上天了 蓝绿蓝马十六多 来了来了来了 快走快走 快走 又难受 你又干嘛呀 我难受 你快点 文静你烧快点 我都要迟到了 不然一会儿 万一堵车怎么办呀 对啊 文静快点 你还要多久啊 等一会儿我难受 算了 我打车去的 不行不行不行 你穿成这样打车去 多丢人啊 韩文静 快点 等等我能死 要不这样吧 我开车带你去走 你开车 对啊 要不然你开 你穿高线线怎么开 走走走走 你能帮我给你 放椅子上啊 说什么美 你别开我车呀 能不能再快点啊 我是想快啊 可是过着这路口 也许就好了吧 怎么堵成这样啊 今天 来 实在不好意思啊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会不会开车呀 你怎么开的车呀这是 实在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刚刚没注意 就不小心撞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什么用啊 人家这是新车呀 人家这是 撞疼了吧 宝贝 要不这样吧 我赔你点钱行不行 赔多少钱我哪知道啊 这样 我啊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赔多少钱 让他们说行吗 我说你一大老爷们 你就不能痛快点吗 要不这样吧 我赔你一千块钱 如果你要行的话 我立马拿钱给你 骂谁呢 说谁大老爷们呢 你才大老爷们呢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 我绝对不能给你私了 谁知道我车里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啊 大姐 就蹭了一下 掉点气 虽然补了气 不就完了 你看你 你堵了一大马路车 好吗 我说大婶 你不撞我 我愿意停在这啊 这是大马路 你也知道啊 这不是你家停车场啊 谁愿意停在这啊 行行行 我跟你说不通 小北 我实在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 那行吧 那你慢点啊 你小心点啊 行了 我现在有时间了 来 咱们俩聊聊吧 行 不好意思 这是我的情节 对不起 已经过了近场时间 我 我路上出了点状况 我们这有规定 抱歉 不是 我为了这个宴会 已经准备了好久了 对不起 没办法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您迟到了 真的对不起您 对不起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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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请吧 你好 你好 你入场的方式很特别 这个活动对我很重要 为什么 是我一个朋友好不容易帮我争取过来的 如果我不来我觉得对不起他 卫星 我 我叫王源 别致 我现在是调整阶段 刚刚进行了一个短期的进修 给自己充重店 看来对自己的职业很有规划吧 现在竞争那么厉害 我得不断完善自己 王小姐上家公司在哪里 合创集团 合创 张总我认识 对不起 抱歉 我过一下 慢用 嗯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样 累话 你车没事吧 你先别问车 有没有机会 别提了 去的人要么就相互认识 要么就听说过 我呢一个都不认识 根本插不上话 一个人都没聊上 倒是有一个搭上话的 确实一个看见我溜进去的人 溜进去什么意思 你不是有勤俭吗 我知道了 根本就没让我进 你怎么开的车 笨子 别说了 那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嘛 看上去像是个老总 不过他没有给我名片 拿了我的名片走 有戏 没戏 为什么没戏 他拿了你的名片 就是想让你去他们公司工作呀 可不 他问我在哪儿工作过 我说我在合创工作过 他说合创的张总他认识 他认识 回头他一问 人家说 我是被他开除的 你觉得我还有信吗 根本就没有希望了 算了吧 没事 至少咱们试过对吧 送我回家 送什么送 周八百以后再开我的车 我就掐死你 你有钱不会自己去买车呀 咱那么多剧表会干吗呀 生孩子 我买了新车 转了多心疼啊 你转我车你就不心疼了 真孙子 好 那么现场的陈顺 你帮我记下来了吗 不过不 这个任务我完成了 我都拍下来了 回头传给你 真的吗 好好好 好 还嫂好 宇婶姐 今天上午又接了好几个电话 都是要做集团业务的 是啊 把电话要过来 过头给他打过去 电话都记下来了 文贤姐 你这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你也觉得我脸色不好啊 我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 特别难受 尤其是早上啊 好些了吗 好些了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应该不是吧 就是累 无力的累 文贤姐 你这症状怎么那么像是 像什么 我不敢说 说 怎么那么像怀孕呀 你还怀过呀 这怀了就好了 没可能的 没可能 没可能 就是太累了 要是有个人能帮帮我就好喽 我听说小丽那儿生意不太好 好像快撑不下去了 撑不下去了 活该 我最近脾气怎么那么大 一共多少钱 一共一百五 那我早啊 再见了 李老板 天这么热 你在家待着呗 来这儿干吗呀 我来看看你装修得怎么样了 还剩几天啊 一两天吧 师傅们来 先吃饭吧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来 一会儿干 不够这儿还有啊 你干嘛不吃啊 太热吃不进去啊 您好 我是网上超市一号店的送货员 这是您订的饮料 请您插收一下 我没订饮料啊 我订的 没问题 请您签收 好 谢谢 感谢您对一号店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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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们 来喝点水吧 来 师傅们 来喝点水 谢谢老板娘 好 谢谢老板娘 谢谢老板娘啊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只要你对别人好 别人就会对你好 我听到了 老板娘 马上就要专修完了 你酒的货员头哪儿见 啤酒现在特别容易 就是红酒和洋酒 联系了几家 不敢保证真的 价格还忽高忽低的 我可以问问王源 王源 她是要拿点酒吗 我刚说的是王源 不不不 韩文静 她认识的人多 你怎么来了 我视察一下工作呀 看你们装修得怎么样 谢谢 还不错 这有盒饭吃一口吧 吃不下 我连水都喝不下 还是为你工作的事啊 可不嘛 我一直都在等消息 可我觉得这消息 根本就等不到 你想啊 就一张名片 能怎么样啊 绝对是白折腾一趟 反正工作机会多的是 这次不行下次呗 你把这礼服提回来干吗 我还给韩文静啊 我又没有机会穿 那我陪你去吧 好啊 我们走了 拜拜 拜拜 吃饭啊 是 老板娘 韩总 有相信吗 韩总 衣服还给你 干吗还给我呀 拿走 不是 我就穿了一次 我留着也没用 你穿的机会比我多 拿着 早有天穿得上 相信我 相信我 你就拿着吧 反正文静衣服多 再说这号太不合适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这世界上 有种东西叫玻璃挺吗 不知道 那好吧 来谢谢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继续找工作呗 我得继续找工作去了 拜拜 拜拜 你再坐一会儿啊 你让他找一会儿 再陪我聊一会儿呗 没有什么可聊的 你怎么没坐这呢 傻王云 也不知道跟你咬张名片 我有事找你 说吧 我想求你办件事 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周小北 离酒吧要开业了 你有没有什么渠道敬酒啊 王云 我以前就卖酒的 我问过他了 他不认识 你认识人多呀 你想想 谁合适 倒是有一个人挺合适的 谁 老黄啊 我也觉得是他 文静 求你了 你跟老黄和好吧 周小北 你这自私鬼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牺牲朋友颜面 可老黄也没拜呀 没拜 你不是上次你爸的事 他跑了 你挺生气的嘛 早就原谅他了 朋友嘛 不能对他有太多的要求 你看咱们平时对人 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 什么事都找人家 这凭什么呀 对对对 你现在怎么讲理了呢 我一直就很讲理的 我就是道理的活体 他是一个商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打开小算盘很正常 再说人家平时对我 算不错的了 你超脱了 快点帮我约他呀 他约什么呀 以我的江湖地位 你直接去不就得了 现在就去 你不着急啊 不着急太好了 走走走 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走吧 快快快快 快快快啊 周小平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快快快 真行你 张总 你们公司从前有个 叫王源的 王源 是啊 你认识他 在一次居会长 你认识过 感觉不错 在我们公司 没做几天就走了 怎么蛮强用他 正在考虑 不错 是个人才 这个人身上有股拼劲 值得一用啊 这么好的人才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 当时是我误会他了 导致他离职的 这哪年的呀 零九年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耽搁了 老黄 黄总 没想到你藏了这么多好酒 这两年没少挣黑心钱啊 韩南小姐 您这不生我的气了 看你计较 不计较就好啊 我这个心就算落肚子里 老爷子最近怎么样 托您的福特别好 比以前还好 是吗 那就好 那就好 这脾气还那么暴躁 好多了 那好 那好 我这最近也忙 这就 后来就再没去看一看老爷子 是没时间啊 还是不敢呢 那哪能啊 就算不敢 也得去看看老人家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这么说可就伤感情了 说实话 老黄 那时候我挺恨你的 但没想到后来 你还能去看我 说实话啊 我心里还挺感情的 小北开了一酒吧 想在你那儿给个酒 没问题啊 价钱呢 提前就伤感情了啊 我这儿 喜欢的随便拿 不要钱啊 别虚头巴脑的 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得 你要这么说啊 这样 我进的这些货 进价是多少 原价给你们 不赚钱 知道你要挣钱 像真心的赚点就得了 别太过分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啊 这样 你们合着全程去打听 但凡有比我这个便宜的 我全部白送给你们 行吗 有一点不许坑我 必须得是真正 那我坑谁也不敢坑你们 行黄总 那我到时候回头找人跟你联系 得得得 走了啊 别别别别 慢点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我就知道拿你两瓶酒肯定没好事 好事 真是好事 我这最近啊 认识一九零后的妹子 一心想当演员 整天查不思犯不想就想红 我还想红呢 你是不是跟人说你认识什么演艺界的人呢 小北啊 著名的编剧啊 大名字往来一亮啊 响亮 黄总 别骂人啊 没有没有 你不是最近写了一话剧吗 你听谁说的 是不是听说有人要揍他呀 没有 对对对我最近是写了一话剧 这首映的时候吧 反响一般 你找我算早错人了 我可就认识你一个编剧啊 你知道人家女孩多刻苦啊 拼搏 每天劈腿 那腿一踢 啪到我这儿了 可惜就是没什么机会 我也想当过演员 要是有个贵人 说不定我今天就不是这样 黄总我觉得是 你特别适合当演员 是吗 真的 真的真的 你觉得我适合演什么呀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做那个 特型演员 特型的是什么演员 特别适合 特别行 老黄 你是不是看着人90后了 就您的身材 长相和气质 可以当人90后的爹了 你可说到点子上了 我还真想认她被干姑娘 人家不答应 人家小姑娘说了 现如今这干爹啊 没一个好人 人家那小姑娘 她早已多少坏干爹啊 不说了不说了啊 这样 你看人家这女孩也不容易 咱们帮帮人家 给人点机会 老黄 我现在的地位在我们圈里啊 连正规编剧都算不上 顶多算也跑弄套的 定远远的事 根本轮不到我这儿 我帮你留意一下吧 那太谢谢了啊 拜托啊 拜托拜托拜托 没事没事 走了 拜拜 这事成了 我这酒管够啊 听见人家管你叫大编剧 心里什么滋味啊 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没有啊 我特别高兴 因为我以后会成为 特别牛的编剧 人家编剧 都是从地面上 慢慢往上爬 您倒好 您还在坑里呢 你地面还有点距离 太不容易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真想出面 就得挪点力了 得积极一点 哪有你这样的 听见等着别人找你写剧板啊 我看好你 你真的特别急 春好风在楼上 你没看见吧 有个人 你看春好风 喂 小文啊 我是周小北 小北姐啊 是这样的 我就是想问问 你上次电视剧的那个事 后来我给刘总 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都没接 他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等过段时间 我再问问他吧 姐 我现在连剧本这俩字 都不敢跟他提 等他过段时间缓过来了 我再问问他 不过 我估计这事 可能是没戏了 好吧 谢谢 对了 小北姐 上次咱话剧的录像 我课程碟也给你悠过去了 你留个纪念吧 好 喂 你好 我是周小北 谁 就是上次给你们当枪手那个 什么事啊 我就想问问 你们那边现在还有 当枪手的活吗 没有 好 谢谢 谢谢 请进 好的 再见 罗总 这是经过筛选之后 符合公司经理局备的人选 请您多募 好 通知一下 让他过来面试 好 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是王源吗 我是 我们从前程无忧上 收到了你的简历 我们罗总约您明天来公司一趟 他说要和您面谈 明天上午十点半 你有时间吗 我有 我 我会准时到的